R乘上R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我存取什么 常数 那因为我有识做它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存取得到什么 Pi这个词 所以这边有个Pi 所以呢我可以去取得Pi的词 它是个常数 所以这边也可以取得界面里面的一个常数 那这边的话 里面建构词部分 我们自己这个地方建构词 我就自己做一下 里面的话取得XYR 这三个 那这三个分别其实就是指向我们自己本身 就是这上面这三个成员变数 这个比较不是那么重要 比较重要的是如何建立interface 如何implement 主要是在这个地方 界面的实作部分 OK我想各位先试着 大概了解一下 这一个implement 最后的话 这个是我们是三个部分 一个是interface 一个是class 那主程式部分的话呢 就是五之二之二 那这个地方我就建立 就是宣告一个什么 C是一个物件 那cycle的类别 new一个cycle 里面传的总共有几个变数呢 总共有三个变数 X Y R 那传送过去之后的话呢 就是传过来之后接收放进来 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在执行 介面里面的方法 C.ary 那这个ary因为呢 我有在这边实作了 所以实作之后的话 会print出去 那print出去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呢 会显示什么呢 显示一行 就是显示上面的一行 其他一个方法 就是在这边加上 这个界面的名称 点牌 一样可以存取得到什么呢 这个界面里面的那个 那个成员变数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run 我有run了一个 这个sample 那run出来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 run出来直接执行 那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个就是先怎么样呢 把原面积先输出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原面积输出是 就是在C.ary这一行 对不对 那第二行是什么呢 就是py常数部分 那我要存取 这一个 界面里面的py的常数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呢 可以用这一行 就是ary点py 实际上 基本上这个如果你撰写好之后的话 你在点一下之后 实际上也可以找得到py 因为呢 我们界面 如果我今天有 extend的关系的话 那通常这个地方 我也可以去存取得到 存取到这个py的值 那这边的话我想 各位可以试试看 这个地方 我们主要了解这个 界面的建立 建立方式 可以试试看 等一下再来看 下一个章节 下一个章节 我们是在后面再继续讲 多重的 多重界面 也就不止一个界面 我们两个界面 那两个界面 有多重的实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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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